第21章 灾难 宇宙海混沌气流虚空中 一艘战船正在前进 在战船内的 正是宇宙海八雄之一的绝合真神 而在另外一片区域虚空中 九层塔楼也在前进着 他们俩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便是那横行魔神的小型宇宙 同时 宇宙海中有不少强者 都在朝那赶去 绝合真神 银河领主 神眼真主 九头魔主 横行魔神同一刻 同时向宇宙海内众多真神传达讯息 就在刚刚 我的小型宇宙本源 没有再被吞吃 我也乘坐宫殿制强制宝去查看 介绍不再了 介绍它消失了 消息传出 各方赶来的真神强者 还有许多没赶来的强者 都震惊了 横行魔神 你说它消失 它这才吞吃多久 这才仅仅一天 天乃地球一脉常用时间单位 宇宙海通用语 翻译为地球语的换算时间单位 而已就消失了 绝合真神大惊 要吞吃一颗小型宇宙本源 需要八天左右 一天才吞吃多少点 横行 九头魔主也传讯急切道 吞吃一天就消失 难道有真神和它交战 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强者 和它交战 横行魔神回应道 它没有遭到任何攻击 就吞吃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就无缘无故消失了 神眼真主也急了 对 就是直接消失 横行魔神很确认 九层塔楼内 原本还有着一丝笑容的罗锋 才接到这讯息时 脸色顿时变了 这下 麻烦大了 罗锋缓缓道 旁边的红 火穷 也都表情郑重 谁都不傻 都看出了此次 接受行动蕴含的危险之处 红迪尘道 他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仅仅一天就消失 且是在没任何强者 攻击他的情况下 说明他是自愿消失 如果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比如是接受巢穴内 出现动静呼唤他 他要急着离开也就罢了 可若是没任何其他因素 他就离开 那便代表他 更加谨慎 更加小心了 罗锋轻声道 对 如果他吞吃这个小型宇宙一天 吞吃那个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这么一来 短短一天时间 我等如何赶得及 根本无法形成包夹围困 要杀他就更难 火穷连道 这次吞吃一天 下次吞吃一天 同一个小型宇宙 被吃上七八次 怕就完蛋了 这比盯着一个小型宇宙连续吞吃 还要可怕 红野脸色难看 不急 罗锋轻声没到 先等等看 看他下一步怎么行动 看他下一步行动 即可确认 他是因为特殊原因 偶尔如此做 还是真的打算长期这么干 嗯 火穷 红 也都点头 星辰塔则是停了下来 便悬停在混沌气流虚空中 整个宇宙海 所有真神们都明白 杰兽这么干 意味着什么 个个担心 他们期盼着 期盼着 只是因为特殊原因 才导致杰兽这样的 时间流逝 一天 两天 一个月 两个月 杰兽一直没有再出现 杰兽没出现 杰兽上次吞吃火虫真主的小型宇宙 可是吞吃过半的 他完全能吞吃过多 可这次才吞吃一天 却消失这么久 说不定便是有重要事情 去什么地方了 上次仅仅吞吃一天就消失 或许就是有事情 真神们都渴望着最后的一种情况 九头魔主 罗锋 绝和真神 还主等 一个个也同样如此期盼 毕竟面对 手段众多的戒兽 他们也希望真神越多 连手应对才更好 转眼 离戒兽吞吃横行魔神的小型宇宙本源 已过去半年 混沌虚空中 真是舒服 戒兽舒畅地甩了甩他的尾巴 之前吞吃的那个 属于横行魔神小型宇宙的部分本源 我已经完全转化成我的力量 我的实力又强了一些 我实在太聪明了 在巢穴中 要杀死吃掉一头戒兽 是何等艰难的事 很久很久才能吃一头 且还有被敌在哪 而在这 这些小型宇宙就放在哪 根本没一点抵抗力 任由我吞吃 我的实力会不断增强 增强速度比被敌他们还要快 到时候我回去 定能成为最后的王 等那时 扫灭一切小型宇宙 我再去吞吃那原始宇宙 哈哈 戒兽得意无比 该下一个了 选谁好呢 戒兽私存着 那几个最厉害的暂时放弃 下一个 就同魔神吧 华 随即戒兽直接一个瞬移 消失在了这一片混沌虚空中 耗费了一天多时间 论顺移赶路等 它要比宇宙还真神快得多 仅仅一天多时间 便从远离众多小型宇宙的区域 赶到了同魔神的那一颗 小型宇宙外的虚空中 小型宇宙本源 戒兽摇摇看着远处大概的轮廓 最美味的食物 还能增强我的实力 开始吧 戒兽伸出宛如青蛙舌头般的长舌 舔射了下整个大嘴 随即它周围开始弥漫起黑色雾气 并且一道道曲折的光线 随即便开始了吞吃 同魔神此刻正坐在 神树树顶的一座宫殿内 这神树 乃是它小型宇宙内 最高最古老的一棵神树 当初它构架小型宇宙时 便是以这神树为中心构架出来的 不好 同魔神猛地睁开眼 斑蓝色彩的脸上露出金色 戒兽来了 戒兽来了 戒兽在吞吃横行魔神小型宇宙本源 一天就消失之后 半年后又出现了 这让整个宇宙海都紧张起来 同魔神 盯紧了 看紧了 看这次那戒兽 到底吞吃小型宇宙本源多久 神眼真主 第一个传去讯息 你乘坐宫殿至强至宝直接过去 看紧他 罗锋也传讯到 一个个强者传讯 同魔神却是慌了 连传讯给众多真神 诸位什么时候赶到 我可不是那戒兽对手 他上次就和红区探了一次戒兽巢学 那次他就重伤 直至现在都没好 怎么敢去和戒兽交手 当然 乘坐在宫殿至强至宝内去探查探查 他倒是敢的 他清楚 只要不出宫殿 则没事 放心 我们正在赶来 罗锋传讯到 银河肯定去 靠近你的海主也会赶去 神眼真主传讯 有着其他强者给底气 同魔神当即乘坐着一艘灰色战船 飞出自己的小型宇宙 朝戒兽方向赶去 片刻 戒兽 同魔神一眼看到远处的戒兽 虽然那头戒兽是高大金色身躯且类人形 可同魔神却知道连宇宙之主都能轻易变换 这诞生出的可怕生命 戒兽变换的模样自然是轻而易举的 戒兽 滚出我的区 同魔神躲在战船内 施展着领域类至强至宝 透过领域去攻击戒兽 同时传音怒喝 单单领域 如同脑痒痒 戒兽根本不在乎 哼 戒兽瞥了远处的同魔神一眼 不屑一顾道 愚蠢胆小的同魔神 你就只能躲在那船内 还想让我离开 你若是赶出来 我轻易便能灭杀你 你 同魔神大怒 可戒兽说的没错 他是不敢出去 可恶的戒兽 滚出去 同魔神燃烧着神力 催发着领域类至强至宝 凝聚领域威能 形成巨大的彩带 远程操控施展着秘法 一次次攻击远处的戒兽 然而 凝聚领域来当兵器 比一般的攻击至强至宝 还要差些 有没有机械留宝物阵服 且同魔神又是擅长幻术 灵魂攻击等 他知道戒兽 才叫真正擅长灵魂攻击 所以才操控领域攻击 只是任凭他如何攻击 又没机械留宝物阵服 又非他擅长 威能之弱 戒兽真的就当是威风拂面 真弱 真弱 戒兽不屑一顾 连影响戒兽吞吃小型宇宙都做不到 一天后 你就躲在战船内吧 你的小型宇宙 终会被我吃光的 戒兽肆意笑着 随即一个瞬移直接消失离去 同魔神脸色顿时无比难看 戒兽 他 他走了 又是仅仅吞吃一天 罗锋脸色铁青 灾难 来了 红摇头 宇宙海所有强者都知道了这一讯息 无比愤怒且无奈 戒兽吞吃了同魔神的小型宇宙本源一天后 再度消失 半年后 戒兽再度出现 又吞吃了落真真主的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随即消失 半年后 再度出现 每次出现 必吞吃一名真神的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都是过了半年才会再出现 为何总是过上半年 三种可能 一是他的吞吃天赋每次施展 都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二是 他可能需要时间来消化 三是他的特殊爱好 十一年后 接受每次出现 都是出现在弱的真神的小型宇宙外 我早说过 当初浩雷新主 郑家王 球眼祖神 很可能就是接受一方的 浩雷新主死了 可郑家王 球眼祖神还活着 他们对宇宙海了解非常多 罗锋怒而传训 你们就罢了 你们几个主要是在自己的小型宇宙 而我 独占两块区域 都分别靠近两颗小型宇宙 为何我所在的这区域 那接受一直没来 难道我的位置 也让郑家王 球眼祖神知道了 第二十二章 紫月圣地 罗锋很愤怒 自己负责两块区域 分别靠近两颗小型宇宙 都是弱小真神的小型宇宙 按理说 纳托介兽 一定会到这两颗小型宇宙外的才对 一旦来了 自己完全可以在片刻内就赶到 甚至可能将其击杀 可过去了整整十一年 自己竟然一次都没碰到介兽 银河 你的踪迹 我们绝对没有 传给郑家王 球眼祖神 你当初说 他们俩会是介兽一方的 我们怎么会外泄讯息 神眼真主传讯道 我们并无外泄 也就众多真神知晓 甚至连宇宙之主都不知道你的踪迹 至于球眼祖神 郑家王他们那两颗小型宇宙 早就被我们排除在外 我们也早就下令 禁止挥下任何强者 和那两颗小型宇宙有联系 海主传讯道 罗锋 海主 神眼真主 九头魔主 背斥心主 混沌城主 这宇宙海最强的八位 都在传讯交谈 可整整十一年 我却一次没碰到那接受 罗锋怒道 其他弱小的真神的小型宇宙 接受都去 我最接近的这两颗小型宇宙 他却一直没来 又怎么解释 吞吃两次 三次 没碰到就罢了 可十一年 超过二十次了 须知 因为原始宇宙内的强者 可以透过宇宙通道 从原始宇宙内 立即前往小型宇宙 可以以最快速度增援 所以接受 从未对原始宇宙时代强者的小型宇宙下手 一直是在对付第二轮回时代 和第一轮回时代 而第二轮回时代 第一轮回时代的真神 一共就那么些 又经历了禁知世界筛选魔力 数量更是稀少 弱得更是少 接受吞吃超过二十次 竟然一次没到自己这两颗小型宇宙 自然有问题 没那么巧 接受定是提前知道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布局 我们和他乃生死之敌 麾下不可能告诉他 我们的布局的 八位超级存在交谈着 唯有一种可能 罗锋冷声道 那就是 在我们宇宙海 除了浩雷新主 郑家王 球岩祖神这三位外 还有其他真神 投靠了戒兽 正因为有其他真神 投靠戒兽 所以那投戒兽 才会知道我们的布局 知道我在哪 其他七位都安静了 他们其实也猜到 这一可能了 只是不愿相信 对 九幽真主传讯道 既然郑家王他们三个 会投靠戒兽 不代表其他真神 就不会投靠 有可能在很早很早之前 就投靠 甚至有可能 就在这十余年中 刚刚投靠 刚刚投靠 这十余年内投靠的 九幽真主继续道 戒兽的威胁太大 一次次吞吃 让真神们绝望 有些真神认为 我们对付不了戒兽 即便能对付 恐怕弱的真神 也要死一对 所以 恐怕有的真神 暗中就投靠了那戒兽 比如虽对外宣称 戒兽在吞吃 他的小型宇宙本源 实际上戒兽 只是做做样子 故意蒙骗我们 让我们不知道 谁是奸行 对 有理 嗯 罗峰也赞同这点 戒兽的众多手段 的确让宇宙海 强者头疼 且这仅仅才是一头戒兽 绝望下 有强者学郑家王 求援祖神去投靠戒兽 是非常有可能的 既然如此 罗峰传讯道 从现在起 虽对外公开我们的布局 但是 公开的假的 我会单独行动 我的行踪 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 如此一来 我就不信 那戒兽还能躲得掉 银河 就这么做吧 一切按照你想法来 连我们七个都不知道你的真正踪迹 如此 谁都无法外传 此次他们八位的一次交谈 先是确定了一点 宇宙海内 除了镇家王 球岩祖神外 应该还有投靠戒兽的 当然罗峰他们 也开始新的应对之策 罗峰的 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一路 以及金角巨兽分身一路 这两路都开始了行动 都迅速离开 抵达新的位置目标 静静等待那头戒兽的落网 宇宙海混沌气流虚空中 戒兽摩洛撒正在气流中漂浮着 我真是聪明 每次都紧紧吞吃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这样 他们根本无法形成真正的围杀 哈哈 吞吃这么多次 加起来 也差不多相当于三颗小型宇宙本源了 戒兽摩洛撒格外得意 我的实力 哥比刚离开巢穴时强多了 嗯 这次去哪呢 戒兽思索着 原始宇宙时代强者的小型宇宙 原始宇宙时代乃是最强的一时代 真神数量最多 且能透过宇宙通道迅速赶到小型宇宙 并且那些个小型宇宙漂浮的离原始宇宙也不算远 一旦过去 恐怕就很快就会遭到一大批真神的围攻 第二轮回时代 第一轮回时代 能去的都去过了 其他的或者是成族群的 比如神眼族的几个真神宇宙 自然靠在一起 或者是实力超强的 如绝合真神的 或者是被罗锋靠近控制的 我实力虽然增强很多 可上次 我实力明显不如九头魔主 现在也最多和他相当 而银河领主罗锋 百世号称宇宙海第一强者 介兽暗自思量 现在还不是和他交战的时候 这次 就去圣地宇宙吧 介兽忽然做出决定 圣地宇宙 可是更高一等的 虽然抵抗更强 吞吃起来更慢 可好歹也尝尝味道 尝尝这圣地宇宙本源 和小型宇宙本源比起来 到底能好多少 华 介兽迅速赶往 紫月圣地小型宇宙 仅仅不足两天时间 介兽便来到了 紫月圣地小型宇宙外的虚空中 紫月圣地 介兽摇摇看去 隐约能看到巨大的轮廓 相对而言 要比东地圣地小些 更容易对付显 随即他全身 弥漫出黑色雾气 同时一道道曲折光线 以他为源头 瞬间无限延伸 向远处的紫月圣地宇宙方向 延伸上一光年 直接渗透进虚空中 很快一道道璀璨光滑 透过曲折光线传递 进入他的体内 哇哦 介兽摩罗萨 情不自禁 身体一颤抖 眼睛都闭了起来 一脸的享受 真是 真是 绝美 绝美的享受啊 介兽摩罗萨难难道 声音都微微颤抖 比 比小型宇宙的本源 要舒服太多了 而且 吞吃这紫月圣地小型宇宙本源速度 不比吞吃其他小型宇宙本源慢 仅仅一瞬间 介兽摩罗萨忽然感觉 紫月圣地宇宙本源的抵抗大增 令他的吞吃速度明显减缓 论速度 也就相当于 吞吃其他小型宇宙本源速度的1%左右 紫月圣地宇宙呢 素来 一道灰红声音 在整个紫月圣地所有的宇宙之主 以及真神脑海响起 顿时紫月圣地最顶层的一群强者们 立即赶去 大殿之上 紫月始祖站在那 再无丝毫过去的沉稳淡定 脸色铁青 有的只是焦急 愤怒 即便是沙罗峰失败 即便是紫月圣地的 最精英一批宇宙之主 进阶陨落 他都没有这么愤怒过 没有这么焦急心慌过 慌 他紫月始祖 真的慌了 急了 怎么办 吃一下怎么办 紫月始祖满心焦急 他来了 他终于来了 自从本源意志传递出那讯息 我就知道 介兽终有出来一日 这次他出来 一直吞吃那些真神的小型宇宙 而现在 终于轮到我了 我虽然竭尽全力 也只能令那介兽 吞吃速度减慢到1% 可这样不够 再慢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依旧会将我的小型宇宙 进阶吞吃光的 我的宇宙会崩溃溃散的 那我就完了 紫月始祖焦急万分 始祖 下方一道道身影 从外面飞来 很快过百名宇宙之主 两名真神出现 各个恭敬万分 紫月始祖俯瞰下方 铁青怒道 此刻 那介兽已经到了我 紫月圣地宇宙之外 介兽来了 在我们圣地之外 介兽终于来了 下方一个个都慌万起来 他们虽然有过百名宇宙之主 两名真神 可根本谁都没信心应对介兽 你等立即出发 紫月始祖赫灵道 有灵魂至强至宝的全部出发 统一乘坐一座宫殿至强至宝 出发离开我紫月圣地宇宙 去对付那介兽 始祖 我等 我等不是那介兽对手 我们对付不了 下方顿时一个个开口 紫月始祖诺赫道 我当然知道 你们不是他对手 所以我让你们躲在那宫殿之强之宝内 我只是让你们去 让你们影响他 减缓他吞吃宇宙本源的速度 还有 马上传递讯息 传递向整个宇宙海 让他们知道介兽出现在这 让他们来对付介兽 始祖 下方一名双面四臂的赤红铠甲宇宙之主担忧道 我们和人类关系极差 人类在宇宙海 现在堪称第一势力 那银河领主罗锋 又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我们消息传出去 那银河领主罗锋会来吗 第二十三章 罗锋和紫月 而且宇宙海八大强者 那罗锋为领袖 若是罗锋阻挠 其他真神会来吗 那赤红甲铠宇宙之主担忧道 周围站着的紫月 圣地其他强者们 各个存着同样的担心 站在大殿上的紫月始祖 顿时脸色一冷 冰冷扫视了下方一眼 顿时大殿之下 各个安静下来 不敢吭声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紫月始祖沉默了许久 才冷声道 你等去影响接受 且传达讯息 其他无需多管 是 下方各个恭敬应道 随即包括两位真神在内 共六名强者 都朝外飞去 这六位 部分有灵魂至强至宝 部分是紫月圣地内的附庸族群 没有灵魂 不惧怕灵魂攻击 哼 紫月始祖见下方 才六位强者出发 不由脸色愈加难看 当初禁知世界一役 他麾下的精英们死个精光 那些宇宙之主们携带的至宝等等 自然也就遗落了 令现如今的紫月圣地无比困窘 恐怕随便一个神眼族 海族 都要比现在的紫月圣地还富有 罗锋 紫月始祖 内心在迟疑 当初他是打压人类族群 要杀死罗锋 使得和人类结了大仇 在禁知世界 他紫月圣地 更是一举被灭杀了大批宇宙之主 宝物进阶遗失 元气大伤 这仇怨更是大了 现在 人类才是宇宙海第一势力 罗锋才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借受之困 还得靠罗锋 罗锋 紫月始祖 心思凡乱 宇宙海的混沌气流虚空中 九层塔楼正悬浮着 塔内 罗锋正站在那 默默看着外界虚空 而火穷 红都在旁边不远处盘西坐着 沉浸在修炼中 嗯 罗锋眉毛一动 手中一翻 手中出现了传讯令 神眼真主 绝合真神 你们俩怎么同时给我传讯 罗锋疑惑道 银河 绝合真神也给你传讯了 看来他也是接到了 紫月圣地宇宙的讯息了 神眼真主传讯道 我和绝合 和紫月圣地都有些联系 就在刚才 紫月圣地那边传来消息 那头戒兽 出现在紫月圣地宇宙外 罗锋瞳孔一说 哦 出现在紫月圣地宇宙外 紫月圣地能去抵抗的 主要就是那两个真神 绝合真神也道 当初紫月圣地那一大批宇宙之主 都死在静之世界 宝物也遗失在静之世界 自此 他们再也不敢去静之世界 没机械留宝物 紫月圣地那两个真神 实力更一般 根本不是戒兽的对手 罗锋冷冷一笑 当初那般疯狂娇狂 现在又如何 他们想干什么 罗锋冰冷回音 他们传讯给我们 意思很简单 自然是希望我们去对付那头戒兽 神眼真主则是道 银河 我们去不去 银河 绝合真神也询问 其他气味乃是以罗锋为领头 更何况 现在宇宙海中 人类才是第一大势力 至于两大圣地 东地圣地没和人类为敌还好 那紫月圣地 连一件机械留宝物都没有 连神眼族 还族都斗不过 更别提和人类斗了 所以 绝合真神 神眼真主 也根本不在乎紫月圣地 他们担心的是 戒兽 戒兽毕竟是共同的敌人 告诉紫月十祖 罗锋冷漠道 将我需要的那一只宝布剑给我 我便帮他 否则 哼 至宝布剑 什么至宝布剑 绝合真神 神眼真主都疑惑 只管这么传话即可 罗锋道 紫月十祖知道的 好 神眼真主 绝合真神都应道 罗锋眼神愈加冰冷 他对紫月圣地没一点好感 可紫月圣地内 毕竟有事无语义的布剑 至今 罗锋还没想到 其他夺的是无语义布剑的办法 唯有借借寿 支离了 紫月圣地 大殿之上 银河领主罗锋提出了条件 便是将他需要的至宝布剑给他 他便会帮我们 下方众多宇宙之主中 传出声音 紫月十祖俯瞰下方 冷哼一声 我就知道 他会提出这条件 能够隔着超过十亿光年距离 依旧产生召唤感 一般真神恐怕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可紫月十祖明白 所以这上万亿计原来 人类提出过几次交易 甚至人类答应 只要紫月圣地 交出那一只宝布剑 随意进入境之世界 都不会阻碍 他紫月十祖都没同意 神眼他们几个怎么说 紫月冷声道 神眼他们 也不愿反对银河领主 下方的一群宇宙之主们 各个无奈 现在的紫月圣地 可不是当初了 谁会在乎 紫月十祖沉思 下方各个忐忑看着 他们希望十祖答应 不就一只宝布剑吗 若是紫月圣地完蛋 那他们可就全部的死了 明明可永恒存在的族群 都得瞬间湮灭 十祖 没布剑 银河领主 已经是宇宙海第一强者了 得了那只宝布剑 依旧是第一而已 下方有强者劝说 其他强者也要开口 那银河领主 已经逼得我们 你们懂什么 紫月十祖冷漠扫视一眼 顿时各个闭嘴 紫月十祖沉思许久 有道理 自己反正奈何不了这罗锋 带得罗锋成了真神 更是绝对无敌 相对而言 自己的小型宇宙 却关系着自己的命运 答应他 紫月十祖咬牙 强忍内心的不甘 羞辱 低沉道 他帮我紫月圣地 那只宝布剑便给他 是 下方个个露出喜色 太好了 紫月圣地 若是能和人类解除仇怨 那他们紫月圣地的强者 也不必这么憋屈了 紫月圣地求救 神眼真主 绝和真神最先知晓 很快混沌城主 他们一个个都知道了 同意了 紫月圣地同意了 混沌城主 一直到紫月圣地那边同意 也是大喜 更是来到虚拟宇宙 独属于罗锋的位面中 跨越虚空 走到那宫殿前广场上 罗锋 那紫月十祖 终于低头了 广场上盘坐着的罗锋也起身 难言喜悦 笑道 哈哈 那个老家伙总是压制我人类 对付我人类 这次他急了 这最后一部剑 我等太久了 终于要到手了 我现在已经出发 正在前往紫月圣地 嗯 混沌城主点头 对了 得了那羽翼部剑后 你准备如何对待那紫月圣地 对他们的压制 稍微放松点吧 罗锋笑道 事无羽翼 只缺少最后一羽翼 罗锋不知道期盼了多久 此刻终于要得到了 自然很是激动期待 驾驭着星辰塔 朝紫月圣地最快速度赶去 紫月圣地宇宙外 差不多了 介受摩罗莎 看着遥远处 那紫月圣地的轮廓 露出得意之色 真是舒服 这紫月圣地 不愧是更高一层次的小型宇宙 这宇宙本源吞吃起来要爽得多 只是吞吃速度太慢太慢 嗯 也一天了 不能再待下去 否则可能便会围困住 走 刷 介受直接一个瞬移 直接消失不见 从头到尾 他根本无视那躲在 宫殿至强之宝 进行骚扰的那两个真神 走了 宫殿至强之宝内 奉命骚扰的两名真神 四名宇宙之主 都是大喜 赶紧禀告始祖 他们各个连返回 紫月圣地内 紫月始祖不由露出喜色 他能感应到 介受已经停止了吞吃本源 仅仅片刻 外面大殿外 就飞进来六道身影 始祖 介受已经离去 他直接瞬移消失 下方两名真神 都欢喜禀报道 紫月始祖听得点头 啊 这介受 之前去吞吃那些小型宇宙 都是吞吃一天就消失 这次来我紫月圣地这边 也是吞吃一天就消失 也是正常 还有 那银河领主罗锋 过来索要那只宝不剑 告诉他 没有 啊 不给 下方各个惊惧起来 始祖 不可呀 这次介受离开 那下次呢 我们都已经答应了 对这些宇宙之主而言 至宝不剑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还不如给罗锋 尽量缓解和人类的关系呢 紫月始祖但莫道 不必担心 给不给至宝不剑 都一样 若是给了 罗锋翻脸 我们又能怎么办 刚才我仔细想了 那介受一直在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每吞吃一次 都消失那么久 他为何吞吃 定是对他有莫大益处 他才会吞吃 宇宙本源 乃是很神奇的力量 他能维持一个小型宇宙的存在 他甚至能繁衍生命 介受吞吃下去 定有大益处 他吞得越多 益处越大 怕是实力越强 紫月始祖但莫道 介受实力越强 那么 罗锋他们应对介受 也将越加困难 最终他们人类 恐怕得先全部死光 他绝对不敢放任介受 一直吞吃紫月圣地本源 介受在这吞吃一天 十天 百天 一年 他们肯定会慌张 他们不会敢赌 赌不起 就算他赌 他那老师混沌成竹也不会赌 神眼他们一个个也不会赌 紫月始祖计算过 他的小型宇宙本源 是真神小型宇宙本源 量的上万倍 而介受吞吃速度 却那斑慢 按照这种吞吃速度 紫月始祖认定 即便不停地吞吃 也足足需要数万年 乃至更久 更何况 介受不敢一直停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地方久了 很容易被围困住的 且罗锋他们敢任由介受 一直吞吃下去吗 第24章 死敌 罗锋充满期待的驾驭星辰塔 在前往紫月圣地宇宙的途中 银河灵主 神眼真主传来讯息 那介受在紫月圣地外 同样吞吃了一天就离开了 同时 紫月圣地让我通知银河灵主你 不必再去了 罗锋原本充满期待兴奋的心顿石冷了下来 什么叫 不必再去 罗锋脸色沉下来 传讯道 紫月圣地的意思是 之前的交易就此结束了 神眼真主无奈道 那之前他们的承诺 罗锋冷漠继续问道 神眼真主道 那边的意思是 之前虽然有承诺 可那是说 银河灵主 你帮他们对付介受 而现在介受自己走了 无需银河灵主你去解决 自然 他们也不必再将至宝不建给你 银河 实话说 他们那边传达着讯息 我听了也很愤怒 可是 你知道的 神眼真主劝说道 介受不单单是紫月圣地的敌人 也是我们整个宇宙海所有族群的敌人 我知道 你现在很愤怒 想要任由介受 吞吃那紫月圣地 可吞吃十天八天就罢了 吞吃时间长了 我们不能束手旁观的 我知道 我会大局为重 但是给我传出话 从此刻起 紫月圣地便是我罗锋的死敌 罗锋脸色无比难看 在遥远的另一处 神眼真主也吓得一跳 他也感觉到 罗锋那无尽的怒火 银河 神眼真主不由担心 现在对付介受 主要就是靠罗锋啊 我会大局为重的 罗锋的回音 却让神眼真主 更加感觉到 蕴含的无尽怒火 星辰塔内 罗锋脸色铁青 握着传讯令 青筋暴突 紫月圣地 紫月圣地 罗锋眼眸中寒光闪烁 本想给你们机会的 既然你们不要 我是无语意宁可残缺 也会令你们后悔 对紫月圣地 罗锋再无怜悯 不过罗锋自己也清楚 他不可能放任介受 一直吞吃紫月圣地宇宙本源 毕竟每次介受吞吃都消失半年 宇宙海各族早就怀疑 那介受是在消化吸收增强实力 就像人吃食物能长大 金角巨兽吞吃金属能长大 一个道理 介受恐怕吞吃宇宙本源 也能变强 这是很有可能的 紫月圣地 毕竟是虚空真神的圣地宇宙 那本源 恐怕比百个千个真神级小型宇宙本源 还要多 任由介受吞吃下去 谁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若是介受变得无比强大 谁都抵挡不了 对 紫月圣地或许完蛋 可人类族群 他罗锋 他的家人 恐怕全部都要湮灭 这是罗锋无法接受的 他不敢拿亲人朋友 不敢拿地球一脉 拿人类去赌 紫月十足 你狠 你猜到我不敢赌 猜到我不会为了一只宝不见 而玉石俱焚 或许你对麾下的宇宙之主不在乎 或许你紫月圣地一直归缩也不在乎 罗锋眼眸冰冷 可是你紫月圣地 将是我罗锋的死敌 我定会尝试毁掉你的紫月圣地 罗锋心中在咆哮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你后悔 要毁掉一颗虚空真神的小型宇宙 一般得一名永恒真神 施展出顶尖手段才能做到 这是罗锋早知道的讯息 不过紫月十足的小型宇宙不算大 虚空真神及小型宇宙 直径最小的为十亿光年 最大的则为一百亿光年 像紫月圣地小型宇宙 就是二十一亿光年 东地圣地小型宇宙 则是三十二亿光年 直径大小和很多有关 如小型宇宙刚刚形成时 内部架设构造 如成真神靠式 神力路线还是法则路线 小型宇宙越大 那么提供能量越多 也越加稳定 比如虚空真神中传说中的 一百亿光年直径的小型宇宙 已经媲美永恒真神的小型宇宙 最低层次 当然 那仅仅只是一传说 即便是曾达到九万倍基因的绝世天才 即便是三代祖师 在虚空真神阶段小型宇宙 也未曾达到一百亿光年直径 这是一个完美的极致 传说 虚空真神时 小型宇宙直径仅仅仅十亿光年 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一般不会低得如此离谱 较弱的虚空真神 小型宇宙直径在二十亿光年左右 强些的则在三十亿光年左右 精英能达到四十亿光年左右 绝世天才则能达到五十亿光年左右 总之越往上越难 九万倍基因神力路线天才 三代祖师 总之 虚空真神就一百亿光年直径的小型宇宙 这就是远古文明中的传说 紫月的小型宇宙 不大 比东地的还小些 若是我成虚空真神 借助机械留宝物 借助众多秘书 完全能爆发出永恒真神战力 或许便能毁掉 那紫月圣地宇宙 罗峰默默记下 当罗峰脸色难看 强忍怒火时 老师 罗峰 火穷 红都看着罗峰 有些担心 不知发生什么事了 我没事 罗峰道 我们回去 继续手纳接受 不去紫月圣地了 火穷惊讶 不去了 罗峰摇头 直接走到一旁盘子坐下 不再言语 这让火穷 红相视一眼 不由有了猜测 而且很快 他们俩就从混沌城主 那也知道了这消息 顿时火穷 红也是大怒 这也太欺负人了 之前承诺的 转眼就翻脸 做得如此无耻 看来那紫月始祖 对人类 对罗峰 根本就没有一丝 缓解仇怨的想法 既然如此 那便为死敌吧 时间流逝 这一次出乎各大势力所料 那介兽在吞吃了紫月圣地 小型宇宙本源后 竟然仅仅消失了不到一个月 又在宇宙海出现了 这次又是去吃了 横行魔神的小型宇宙本源 吞吃一次 消失半年 吞吃一次 再消失半年 介兽又开始了 这让宇宙海各族 都为之担忧惊具 这么下去 怕是不少小型宇宙会崩溃的 紫月圣地事件过后第三年 海亚真主的小型宇宙外的虚空中 一艘银白色舰船正悬浮在那 舰船内便是罗锋的金角巨兽分身 说是金角巨兽分身 罗锋却已经变成了人类形态 或许对一般的宇宙之主而言 大小 形态都对实力有影响 可在神力路线上 达到89999倍生命基因的罗锋 能轻易改变生命结构 令自己达到最需要的形态 且能发挥最完美的实力 银河领主 银河领主 介兽出现在我的小型宇宙外 一道讯息传来 金角罗锋一正 紧跟着露出喜色 海亚真主的讯息 银河 介兽出现海亚真主小型宇宙外 银河 顿时神眼真主等好些真神都传来讯息 哈哈 等了这么久 我就说嘛 只要谁都不知道我行踪 我悄然隐秘 只要这介兽要吞吃小型宇宙 终有一次会被我碰到 金角罗锋无比兴奋 只可惜不是碰到我另外一路 罗锋此次有两路队伍 一路是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 加上是无羽翼 乌起神 星辰塔 血影刀等一系列强大宝物 一路是金角巨兽分身单独行动 虽然也配备了一些机械流宝物 可论实力发挥 自然不如另外一路 即使如此 我的金角巨兽分身上机械流宝物 也远超神眼真主 绝和真神他们 金角罗锋颇为自信 我这金角分身的战力 也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强些 论实力 自然是另一路更加强大 完全凌驾于其他棋位 至于金角巨兽分身 和其他棋位比 稍微强些 优势并不明显 当然 罗锋上万亿纪元的仓物修炼 即便是金角巨兽分身 也无比的难缠 或许 此次 我便能斩杀那戒兽 金角罗锋 微笑着 So 这一艘银色舰船 当即顺移过去 同时罗锋给海亚真主传讯 海亚 我到了 到了 海亚真主错愕 他可是刚刚传出求救讯息啊 随即大喜 银河领主能先到 至少那戒兽就少吞吃了 这是戒兽所在坐标 海亚真主立即将坐标发了过去 海亚真主小型宇宙外的虚空中 虚空中混沌气流弥漫 在无尽混沌气流中 有着一处弥漫着黑色雾气 黑色雾气中央 正站着一高大的身影 借受摩罗萨 借受摩罗萨的尾巴甩动着 惬意吞吃着 一道道曲折光线 则延伸渗透进虚空中 五 借受摩罗萨无比惬意 他觉得 整个宇宙海都是他的玩物 嗡 周围空间忽然凝结 空间封锁 借受摩罗萨一惊 这么快 按照他的经验 他吞吃小型宇宙时 或许小型宇宙的主人真神 会驾驭宫殿至强至宝过去骚扰 但是不会空间封锁 因为那些真神巴不得借受 赶紧走呢 怎么会空间封锁 只有像九头魔主等最顶尖的真神到来 或者一大群真神到 才敢这么干 哗 一艘银白剑船到来 舱门开启 一道穿着金色铠甲的男子 漫步而出 宇宙之主 借受摩罗萨一看 顿时错愕 第25章 罗峰战借受 借受摩罗萨并非没见过宇宙之主 很多真神都会派遣麾下 没有灵魂的一些宇宙之主的分身前去探查 可并没谁施展空间封锁 且也没有谁的气息如此可怕强烈 你是 借受摩罗萨盯着远处踏着虚空走来的金色铠甲男子 人类银河领主罗峰 是 罗峰收了剑船 仔细看着借受摩罗萨 听说 你是整个宇宙海第一强者 一个宇宙之主 竟成了第一强者 借受摩罗萨盯着罗峰 黑黑冷笑道 看来你们宇宙海其他真神太弱了 竟让你一个宇宙之主成为第一强者 话是这么说 可借受摩罗萨却已然停止了吞吃本源 并且 那些曲折光线也开始悬绕在借受摩罗萨身体周围 显然借受摩罗萨心中是非常小心警惕的 毕竟人的名 树的影 他岂敢小瞧眼前这人类 交手不就知道了 罗峰神体已然施展出断面 轰 轰 轰 前三卷进阶施展 令他燃烧后的神力气息格外强大 比之真神燃烧神力气息还强大 因为真神们一般仅仅只有一重神力秘术 极少数才有两重神力秘术 花花 罗峰全身金色铠甲 右手一挥 顿时凭空出现了一条 泛着一层层闭光的锁链 这巨大的锁链一圈圈地缠绕着罗峰的身体 小小宇宙之主 借受吃笑着 血色双眸 却是谨慎盯着罗峰 二者摇摇相对 都在观察着对方 忽然借受猛然 张开嘴巴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可一无声尖叫 却是响彻罗峰的灵魂 论意志 罗峰比九头魔神还强 论能量 三重燃烧下 罗峰灌绝宇宙海 论秘术 罗峰更是有禁国 断东河这两脉传承 这所谓的灵魂冲击 对罗峰而言 就犹如清风拂面 根本是不屑一顾的 去 罗峰不受丝毫影响 猛地抽出环绕在身上的巨大锁链 哗啦 宛如一条巨大大蛇的锁链 猛然腾空飞出 锁链曲折 飞过长空 并且周围的空间 瞬间飘飞起了无尽的雪花 白雪飘飘 笼罩周围时光年 并且连时空都遭到强大的禁锢 罗峰在这一瞬间 已然施展了两大宝物 一是锁链 这锁链乃是机械流攻击宝物 碧烟锁链 二是领域机械流宝物 名为雪花世界 兼有领域和掌控时空效果 已然有金色的国度的威能 还稍强一些 罗峰上万亿纪元 自然从静之世界内 弄出不少宝物来 此次 自然也是准备就绪 虽然不如另一路准备的充沛 可金角罗峰这一路的宝物之多 也是足以让神眼 真主他们一个个仰视的 雪花世界降临 仿佛离开了混沌虚空 进入了一片白雪世界 白雪飘飘 那些兽摩罗萨站在那 周围却是腾绕着黑色雾气 他身体周围 还环绕着一条条密密麻麻的黑色丝线 一条巨大的锁链划过长空 忽然那一飞过长空的锁链一瞬间 仿佛化为了巨大的水流 一条无比粗大的水流横空 这条水流所过之处 空间一寸寸泛绿 周围更开始出现了一株株绿草 巨大的水流 直接抽打在介受摩罗萨身上 啪 快到极致 看似柔软的一个抽打 却是猛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锁链所化为的巨大水流抽打而下 直接将整个介受摩罗萨 一下子抽打的啪的声 直接凹陷了下去 头颅都凹陷了下去 仿佛变成了一块晶圆宝似的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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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巨大的水柱 疯狂地一次次抽打 化为残疑 罗锋摇摇盈盯着 神力燃烧到极致 催发机械流宝物上的密纹 施展出他所创的密法 水木之牙 这一招就种在一个生生不息上 只见那水柱一次次的抽打 周围的雪花世界 却是出现了一颗颗的绿草 无尽的生机不断弥漫着 压制着那介受摩罗萨 且疯狂地抽打 也令介受摩罗萨都变成烂饼了 可就是没碎 吼一声愤怒的怒吼 介受摩罗萨愤怒无比 竟然一瞬间被打得压制住了 在这一次次闭烟锁链的抽打中 他的力量也在不断损耗 去 介受摩罗萨怒 看向远处的罗锋 哗哗哗 环绕在介受摩罗萨周围的一条条黑色丝线 进阶迅速朝远处的罗锋笼罩过去 黑色丝线飞行速度极快 根本不受宇宙海速度极限限制 瞬间便到了罗锋周围 重重将罗锋包围 将罗锋给包成了一黑物丝碱 残碱内 罗锋被完全封闭在其中 且这残碱可大可小 完全贴身 正要开始吞吃罗锋的神力 速度果然快 罗锋微微点头 一旦施展 瞬间便环绕 当初的火虫 真主便是无法避让 这一招躲都没法躲 罗锋神体迅速变小 黑物残碱也迅速跟着变小 大大大 罗锋极限燃烧下的神力 疯狂抵抗着旁边的黑物残碱 即便是介受摩罗萨要吞吃 如此暴力燃烧的神力 也难得很 在罗锋变大下 瞬间 黑物残碱就达到一亿公里高 介受摩罗萨摇摇操控着 却感觉无法吞吃到多少神力 不由大吉 见瞬间达到一亿公里高 更是知道不妙 他要硬闯出来 我就不信了 我的实力比当初强得多 想要出来 破 破 随着被困在黑物残碱中 罗锋的怒吓 先是高空中的那一条巨大的锁链 瞬间从柔软变的笔直 就仿佛一条长枪 划 耀眼的锁链长枪 直接划过一道刺眼的白光 锁过之处 空间没碎 却出现一圈圈奇异的旋转型波纹 同一刻 在黑物残碱内的罗锋也同样一爪挥出 爪如刀 却翘无声息 锁过之处 空间一寸寸崩塌 一外 一内 锁链长枪在外 利爪在内 进阶都是机械流宝物 轰 轰 内外轰击 黑物残碱都是猛然一颤 出现了一条微小裂痕 可紧跟着就迅速弥合 罗锋依旧被困在里面 竟然没逃出去 罗锋露出惊讶之色 不至于吧 一内一外 两大机械流宝物同时施展 以我燃烧的神力施展 完全能破开才对 看来 还是得多消耗点神力啊 黑物残碱这一招 宇宙海众多强者们早就明白 单靠兵器攻击要破开很难 但是罗锋孤策 应该能做到 比如 刚才自己已经能弄出很小一裂缝 说明自己的攻击还差些 一般的破开方法 就是用神力 去和戒兽的力量进行对号 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 如此对号 大量消耗黑物残碱的能量 另接受供应不及 自然防御弱 乃至崩溃掉 想要出来 接受摩罗萨 见罗锋没出来 顿时得意笑起来 可仅跟着笑容便凝固了 哄 那高一一公里的巨大黑物残碱中 困着的罗锋 燃烧着的神力 未曾经过机械流宝物转化 便直接疯狂 朝四周猛然倾泻 这一倾泻澎湃 就仿佛水火碰撞 吃吃吃黑物残碱的能量 也在疯狂被湮灭 彼此疯狂对号 给我破 罗锋双手伸出 犹如利爪 双爪一伸出 隐约的兽后响起 两条异兽盘旋在双手上 直接抓住前方的黑物残碱 猛然就是朝两侧撕裂 滑 黑物残碱本就和罗锋的神力 在疯狂对号 保持上一公里高度 如此大小的残碱 和神力的对号 耗费能量何等夸张 即便是借受摩罗萨 都为之变色 残碱消耗太大 束缚自然变弱 罗锋轻而易举双手一撕 虽施展秘法 却显得用牛刀去杀鸡了 此刻根本没必要如此 双手撕裂黑物残碱 罗锋踏着虚空而出 借受 你就这点手段 罗锋瞬间化作流光 直扑远处的借受 借受摩罗萨脸色变了 他毕竟还不是最终的王者 且借受成了王后 最大的作用是孕育 孕育出大量的超级战士 借受本身 其实是很少战斗的 这就导致借受的战斗方面较弱 生存方面则极强 我的实力已经提升了 他竟然这么容易就冲出来 他一个宇宙之主 神力竟然这么多 那刚才一瞬间 对号掉的神力 完全比得上数十万公里高的真神吧 借受摩罗萨当即决定 逃跑 看来我的实力还不够 我得吞吃更多的小型宇宙 更加强大 走 顿时借受摩罗萨一声嘶吼 全身浮现出了一层黑色围边 金色围骨的图纹 足足九十九大图纹 随即轰的一声 他的身体炸裂 化作九十九道流光 直接朝四面八方逃逸 罗峰看了皱眉 才一交手 觉得不是对手就立即逃 也太胆小了吧 宇宙锁链 罗峰直接喝道 滑 原本悬在高空中的那粗大的锁链 迅速旋转起来 竟然开始分解成一条条纤细的长链 足足上万条长链分解开 不过其中一端头 全都是连在一起 滑滑滑 上万条细长链条 飞舞长空 宛如上万条大蛇 猛然朝四面八方 迅速延伸笼罩开去 就仿佛雨伞忽然撑开 一瞬间 仿佛整个宇宙笼罩下来 分解身体逃跑 又岂能比得上机械流宝物飞行速度 接受摩罗萨的九十九分身 进阶感觉一切暗下来 已然进入了无尽锁链构成的一微型宇宙中 第26章 神眼秘术 碰 碰 碰 接受摩罗萨的九十九分 身朝不同方向高速飞行 宇宙海的速度限制 然而无尽锁链形成了微型宇宙 令周围空间完全封闭 顿时一个个分身 接连狠狠撞击在锁链宇宙的魔壁上 这微型宇宙的魔壁 乃是一层层锁链纠缠而成 这一撞击 甚至发出金属撞击声 后 九十九道分身 顿时消散了九十八道 汇聚成了那金色介兽摩罗萨 摩罗萨环顾周围 周围遥远处乃是锁链 形成的微型宇宙 根本无处逃出 罗锋见着一招困住了 那戒兽摩罗萨 不由松了一口气 自己行动分两路 这一路的准备 是不如另外一路充足的 因为戒兽 当初杀死火虫真主那一意 就斩路过逃跑手段 罗锋自然是有一定准备的 另外一路 因为有事无语义等 自然能施展出一念虚空 等众多手段结合 唯能将更加强大 而这一路就差些了 罗锋仅仅靠一念力兵器类的 机械流宝物碧烟锁链 施展出宇宙锁链这一招来 这一招算是当初的天赋秘法 我为宇宙的净化招数 且又是靠机械流宝物施展 威能可大的多了 加上还有雪花世界 这领域类机械流宝物加持 压迫束缚威能 自然更强 便是九头魔主它们 被我困住 怕也逃不出这锁链宇宙 罗锋暗道 锁链宇宙内 一眼看去 远处魔壁乃是无数锁链纠缠而成 且外界还有雪花世界 微能加持 无比巩固 哈哈 银河灵主 困在其中的介兽摩罗莎 却是张狂大笑 你以为 你困得住我 介兽 你现在不就被我困住 一挥红声音 响彻整个锁链宇宙内 若有本事 尽管施展 我一一接下 可惜 你接不住 介兽摩罗莎 忽然猙獰一吼 全身瞬间化为浓黑的乌光 轰 速度立即飙升起来 一道耀眼的乌光 贯穿虚空 直接撞击在远处的锁链宇宙魔壁上 那彼此纠缠着的无数锁链 被轰然撞击地震动起来 整个锁链宇宙 都猛然震动起来 在锁链宇宙外的雪花世界 也努力帮忙加持巩固 而那介兽摩罗莎 被震得往后暴退 他惊恶看着远处的锁链宇宙魔壁 之前他是99分身撞击 所以撞击威力都不强 此刻他身体凝聚 且竭力这一撞击 便足以媲美九头魔主等 强者的最强攻击了 竟然没破出去 你逃不出的 灰红声音响彻整个锁链宇宙 不可能 介兽摩罗莎咆哮起来 再度化为一道乌光 再度满狠撞去 一次次接连的撞击 介兽摩罗莎完全发疯了般 接连不断地撞击锁链宇宙 令整个微型宇宙都不断地震战 外界的雪花世界也不断加持 帮忙泄力 好可怕的撞击 外界的罗锋也不由为之变色 这介兽摩罗莎 他和天生兽神很像 都是一举一动 自然蕴含玄妙 他的撞击 看似蛮很简单 却比我的秘法还要高深险 罗锋很清楚 自己的秘法构思很精妙 令人拍案较好 可层次上的确不高 自己创出最强的秘法 也就八阶层次 像真审们 稍微厉害些的 都能自创出八阶秘法 像神眼真竹等几个 更是能创出九阶顶尖秘法 这就是宇宙之主 和真神基础上的差别 这介兽也是如此 恐怕未曾研究过什么秘法 可自然就蕴含高深玄妙 不过 锁链宇宙外加雪花世界 双重压制 逃不出的 罗锋的神力 保持着三重燃烧 操控着碧烟锁链 雪花世界两大机械流宝物 小 小 小 罗锋同时操控着整个锁链宇宙 在不断缩小 同时在它旁边 也出现了一艘银白色舰船 银白色舰船 则是迅速地变大 只要我这宫殿至强至宝 达到足够大小 一举将锁链宇宙 整个都给吞下 那介兽便逃不掉了 当锁链宇宙之外的罗锋 刚刚取出那银白色舰船 在锁链宇宙内的介兽 摩罗萨便愤怒嘶吼起来 银河领主 你要把我困入那舰船内 你能发现 按理说 对方看不到才对 哈哈 你们用的是神力 我的力量和你们极然相反 不要把我当成是你们 想要困我 哈哈 介兽摩罗萨 刚才接连撞击失败 不但不气馁 反而大笑 你该值得骄傲 因为 你逼我献出本尊来 顿时介兽摩罗萨周围的黑雾弥漫 同时 它的模样迅速变化 从之前的金色高大身躯 瞬间变成了一丑陋的通体乌黑色的怪物 这怪物有双手 双脚 全身赤裸 有前后两个头颅 两头颅上都是毒眼 有鼻子 嘴巴 却没有耳朵 眉毛等 站在虚空中 散发着邪恶气息 给我破吧 介兽摩罗萨的两个头颅 忽然同时 转到同一边 原先两个头颅 一个是面朝前方 一个是面朝后方 此刻后方的头颅 却是一扭转 也朝前方了 并且 整个介兽丑陋的身躯 都迅速迸发出耀眼的乌光 乌光迅速凝聚 化为刺眼的血红光芒 这刺眼血红光芒 直接转移到介兽的 两个头颅的毒眼中 修 修 两颗毒眼 各发出一道红光 红光速度快到极致 宛如瞬移 直接到了锁链宇宙魔壁处 只听得轰 得一声震天俱响 原本纠缠的无数锁链 顿时轰然崩溃 整个锁链宇宙直接消散 那虚空中的 现出圆形的闭眼锁链 也阵战抛飞开去 而后一转弯 又悬浮在罗锋的上方 So 戒兽魔罗撒 已然朝远处逃逸 想逃 罗锋顾不得震惊对方 轰开锁链宇宙那一招的威能 当即一声怒吓 给我停下 罗锋双眸如电 盯着那头戒兽魔罗撒 WOW 当轰开锁链宇宙 就立即逃窜地戒兽魔罗撒 忽然觉得 眼前隐约出现了一巨大的神眼 那一颗眼睛 遥遥出现在前方虚空中 一股无形可怕的意志冲击 瞬间降临笼罩了他 狠狠轰击在他的意志上 啊 戒兽魔罗撒 痛苦的一声嘶吼 多久了 多久没这么痛苦了 就像上次被被敌重伤般痛苦 上次正是因为被被敌重伤 又因为唤星真神 同魔神去戒兽巢穴 所以 他魔罗撒才会 决定离开戒兽巢穴 没想到来到宇宙海 也遭到了如此痛苦 你 惹怒我了 戒兽魔罗撒 愤怒咆哮 一声怒吼 顿时一道乌光从他嘴巴射出 瞬间便轰击到罗锋面前 轰击到罗锋身上 吃吃吃滞 两种力量 疯狂在对号 像当初的火虫真主 就是因为这一招 幸存下的身体 才会被迅速蚕食 最终完蛋 不过罗锋的这一分身神体 乃是上一公里高 神体每高十倍 则体积可就是千倍 何等雄魂的神力 被轰击的罗锋 不在乎这神力对号 却是应接受 摩罗撒攻击的这一招 而吃惊 什么 竟然还能继续全力攻击 神眼秘书 乃是自己的绝招之一 若是拥有乌起神 是无语义 星辰塔的另外一路来 自然还有其他绝招 然而仅仅只是 带了些机械留宝物的 金角巨兽分尸而言 称得上真正王牌招数的 就是这神眼秘书 也是罗锋纵横宇宙海 所向无敌的一招 自从他一直达到 永恒真神层次 神眼秘书 已然修炼成第六卷 一眼过去 虚空真神级意志的 有些都得昏迷 只有达到虚空级巅峰的 如九头魔主等几位 能够保持清醒 可也是实力大减 所以 像神眼真主 他们一个个才那么扶罗锋 没想到这介兽 遭到自己神眼秘书全力攻击 虽然疼痛哀嚎 可竟然还能全力攻击 他的意志抵抗 比神眼真主 他们还强 罗锋暗道 他 他的神体 竟然没减少 介兽摩罗莎痛苦丝毫 无比愤怒施展 乌光冲击 进行两败俱伤般的攻击 却惊愕发现 罗锋神体似乎没减少 他知道 彼此对号 对方肯定神力减少 可现在无法察觉 对方神体减少 只能说明一点 相对对方的神体 减少幅度太小 小到无法察觉了 这让介兽摩罗莎震惊 这种疯狂对号 就这么一会儿 火虫真主的身体 恐怕都得完全对号掉了 那罗锋神体 竟然没减少感觉 虽然挺厉害 不过他也 奈何我不得 介兽摩罗莎暗道 哈哈 银河领主 你也就这点手段 我乃是宇宙海 最强大的生命 天生意志强大 你那意志冲击 根本对我没用 我也懒得和你在斗 有本事 尽管来抓我 介兽摩罗莎哈哈笑着 随即轰的一声 化为99份 迅速朝远处 99个方向迅速飞去 罗锋却没有追 追也没法追 只是看着介兽摩罗莎 消失在远处的 无尽雪花飘飞的虚空中 微微沉思 第27章 战后 罗锋站在虚空中 皱眉沉思着 竟然还是让他给跑了 罗锋脸色凝重 而且他的实力 比之前九头魔主 血蓝始祖他们告诉我的 还要强大 看来这十余年时间 他变得更加强大了 之前最糟糕的预测 成为了现实 他吞吃一个个 小型宇宙的本源 的确在成长在变强 罗锋感到了压力 介兽靠吞吃小型宇宙 本源能变强 这样一来 拖得越久 这头介兽 就会变得越加可怕 当然此次一战 罗锋本来也没十足信心 毕竟和介兽交手的是 自己的金角巨兽分身 携带的都是些 一般机械流宝物 自己最珍贵的宝物 是无语义乌气神 星辰塔等都在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那边 宇宙锁链 雪花世界 这两招联合 也没困得住他 我的神眼秘书 也没能令他实力减弱 不过 忠于他之前无法逃出 最终献出本尊 才冲出锁链宇宙 罗锋暗暗点头 由此可以推断 介兽应该也是被逼急了 毕竟像之前和九头魔主交战 介兽逃跑等等 都未曾显现过本尊 必须显现 本尊才能施展的招数 应该是终极的招数 只是不知道 这头介兽的终极招数 会不会还有其他终极招数 毕竟自己没能抓住他 他逃之夭夭 或许还有一些逃命招数没施展 因为按照推导 介兽一旦渡过孕育期 进入成长期 体内含有一戒 主要就是孕育出 大量的强大战士去战斗 他起的作用 就是孕育战士来毁灭 和原始宇宙 孕育出亿万生灵很像 所以 介兽的很多天赋招数 更偏向于保命 会不会还有其招 罗锋担心 死寸许久 罗锋摇摇头 不管怎样 这一次 我已经逼得他献出本尊 应该趋近于他的极限 而我的金角巨兽 分身本身 战力就不够 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携带诸多宝物来 便能展露更强大的战力 单单一个乌起神和血影刀 战力便能立即飙升两阶 那一路 可比金角分身这一路 强多了 绝对的灵驾 这次就逼近其极限 即便还有奇招 我另外一路一旦出手 众多手段一一史上 那些奇招 我应该都能压制 应该有九成宝物抓住他 罗峰暗道 随即看了旁边的剑船一眼 当即直接飞入其中 身后的那条锁链 也跟着飞入其中 华 剑船立即破空飞去 另一处虚空中 戒兽摩罗萨正在逃窜 逃窜中的他 满心烦乱 一个宇宙之主 竟然在意志攻击上 比他还强大 戒兽擅长的招数中 其中一招便是灵魂攻击 当初包括火虫真主在内 九名真神围攻他 他一招无声尖叫 可是连九头魔主都受到影响 单单论意志方面 他天生擅长 的确比九头魔主要强些 已然达到了永恒真神层次 论意志 罗峰和他相当 不过 他施展灵魂攻击 纯粹是天赋 不像罗峰 有晋国最强秘术之一 神眼秘术 修炼 能够令永恒真神级意志 发挥出极强威力 这便是秘术的作用 像这些秘术 都能令同样层次实力 发挥出超强的威能 如燃烧神力秘术 如意志秘术 且能创出深奥秘术的 绝对是远古文明 站在巅峰的存在 如三代祖师 如禁之神王 那介兽虽然有天赋 可他的天赋 是没有这神眼秘术 效果好的 毕竟罗峰足足修炼 成功了六卷 意志这么强大 神体那般大 都比我献出本尊了 介兽摩罗萨眼中 凶光闪烁 这人类罗峰 的确是我遇到最强大的 比那九头魔主还强大 不过虽然比我强大 却也无法对付我 我依旧能从他那逃命 连这银河领主我都不怕 我还怕谁 介兽摩罗萨 随即凝笑起来 虽然忌惮罗峰 可好歹罗峰没能奈何他 和这银河领主一战 我损失不小 以后 看到他便立即逃掉 介兽摩罗萨暗道 短时间内 即便我实力再强些 也就和他势均力敌 别说势均力敌 即使比他稍微强些 他也能从我手里逃掉 那么 和他斗 就纯粹消耗力量 不值得 此次和他一战 相当于少吞吃了 两次小型宇宙本源 介兽摩罗萨暗道 遇到他便让开 不但是他 这宇宙海最强的八个 我遇到都让开 遇到群体真神我也让 介兽摩罗萨暗道 现在我尽量吞吃 小型宇宙本源 尽快增强实力 哈哈 不管如何 至少这宇宙海第一强者 也不足为据了 So 直接一个瞬移 介兽摩罗萨 消失在混沌气流虚空中 此次一战 让介兽摩罗萨心中的 一丝担心消失 虽忌惮罗峰 却不怕了 他已经确信 宇宙海 没谁能杀死他 虚拟宇宙 独属罗峰的那一位面空间内 在星空中漂浮的 那座宫殿前广场上 正聚集着一群真神 一眼看去 足足超过五十位 显然除了人类真神外 还有祖神交的真神 星空巨兽联盟的真神 鸿蒙内异族的真神等等 一个个进阶安静 而在他们的前方 罗峰正盘西坐在那 闭眼 一动不动 众多真神们 没一个敢打扰 因为他们知道 此刻罗峰正在 和介兽交战 全力以赴 他们自然不愿 让罗峰分心 介兽可关系着 整个宇宙海 无数族群的存亡 银河能杀死那介兽吗 一定能成 银河领主 可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一个个彼此传音 自从海亚真主传出讯息 说银河领主 就在那前 已经去和介兽交战 便让整个宇宙海 都为之紧张起来 原始宇宙内的 众多真神们 大多都透过 虚拟宇宙赶到这 像神眼真主 还主等 一个个也是 透过传讯令 等待着结果 呼 盘西坐在最前方的 白袍罗峰 睁开眼 轻轻吐出一口气 顿时这一大群真神 各个期盼看向罗峰 站在最前的 便是混沌城主 如何 混沌城主追问 周围众多真神 包括老兽神 他们都是屏息等待 罗峰轻轻摇头 让他逃了 逃了 什么 介兽逃了 连银河领主 都没能杀死介兽 那谁还能杀死介兽 罗峰刚才的 仅仅一句回答 顿时令在场 众多真神们有些崩溃 他们也急啊 介兽不死 那么将来 就是他们死 就是所有族群灭亡了 诸位 罗峰抬头目光一扫 开口道 焦急混乱的众多真神们 也安静下来 强忍心头焦急烦躁 听罗峰续说 上次九头魔主他们 和介兽交战过一次 罗峰坐在那 看着前方众多真神 此次我和介兽交战 又发现了介兽的一些讯息 顿时在场真神们 各个仔细聆听 除了上次发现的诸多讯息外 罗峰道 首先确定一点 介兽靠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的确能增强实力 介兽现在的实力 便能和九头魔主 他们媲美了 明显比上次更强 啊 更强 他在变强 众多真神们 心中顿时一沉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消息 这说明介兽随着吞吃 小型宇宙本源 会越来越强 且这种增强速度很快 罗峰继续道 还有第二个坏消息 介兽之前和九头魔主 他们厮杀 那金色巨人形态 只是伪装的 我和他厮杀 逼迫的这介兽 献出本尊来 他的本尊模样 应该是这样一种形态 罗峰指着旁边的半空 顿时半空凝聚出画面 显现出那一全身 乌黑的丑陋介兽模样 当他显现出本尊后 他的两个头颅上的毒眼 都能发出一道红光 红光威能极大 估摸着超越他正常厮杀时 表现出战力两阶左右 罗峰道 他便是靠着这一招 从我手中逃脱 主要就这两点 罗峰道 好消息是 既然逼出他原形 估摸着应该是他极限了 众多真神们 却听得无比沉重 天 这真是一个恶魔 同时 罗峰也透过传讯令 将消息通知给神眼真主 海主 绝合真神 背斥新竹等一个个强者 显然所有听到这两点讯息的 都感到焦急不安 因为这两个都是灾难性消息 一个代表接受能迅速成长 一个代表接受 变成本尊形态 竟然射出红光 能跃升两阶的战力 不过诸位也不必不安 罗峰道 我能感觉 我们有神力 介受也有他的力量 他的力量 并非无穷无尽 他和我对号力量 最终他心疼了 所以他逃走了 他和我一战 我甚至感觉他最后稍微衰弱了一死 从这点可知 众多真神联手 或者九优真主 等众多神力特多的 完全可以靠神力对号 去对付他 还有 我有数个分身 罗峰道 此次和他交手的 仅仅是我的一尊分身 未曾携带足够强宝物 所以 并非我最强实力 第二十八章 我必全力 罗峰看着眼前 这来自宇宙海各族的真神们 看到他们的担忧 不安 焦虑 不由心中叹息 没办法 任凭他说出介受的弱点 说出那 并非自己最强实力 可这些真神们 依旧不安 罗峰也明白 因为这 不单单是真神们本身的生死 能成为真神 大多并不怕死 可是内心都有着一些守护的 介受现在 却是要毁灭一切 谁不慌张 若是自己 没有足够的实力 保护地球一脉 保护亲人 自己也会慌 唉 罗峰摇头 诸位 不管如何 我罗峰 必竭尽全力 杀死介受 罗峰起身 看着众多真神说道 随即便直接转身 进入了宫殿中 那些真神们 各个烦恼交心 可见罗峰进入宫殿 他们也自然很快离开 罗峰的名气很大 宇宙海第一强者 而罗峰和介受的这一战 影响也极大 须知 这仅仅只是介受 巢巢中出来的 一头介受而已 可罗峰竟然都没能杀死 这消息传出 怎能不让宇宙海各族 感到焦急心慌 幸好那罗峰有数个分身 未曾全力以赴 银河领主 仅仅只是宇宙之主 等他成了真神 实力还会有一个大跨越 定能斩杀介受 一头介受就这么可怕 介受巢巢 可是有一群介受 凭我们 怎么对付介受 难怪 难怪宇宙本源一致 早早指出 银河领主 乃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恐怕我宇宙海唯一的生机 就在银河领主身上 除了银河领主 我们其他真神 都得联合起来 才能和介受一战 当宇宙海一片混乱时 原始宇宙人类疆域 银河圣地 花花花 广阔无尽的幽海澎湃着 在历经超万亿纪元后 无尽幽海 已经扩张到直径为十二光年 当达到如此限度后 辨认凭罗峰如何在吞吸 也无法从原始宇宙本源 吸引到神力来扩充幽海了 当然若是神力消耗 倒是可以吸收 总之 无尽幽海的体积 已经达到极限 无尽幽海上 正有着一道 身影站着 一身白袍 正站在海面上 默默摇看着远处的 无尽虚空 地球 罗峰默默看着远处的虚空 透过对时空的操控 目光不断透过时空 朝远处传递 直至看到 黎音和圣地本 就不算太远的太阳系 也看到了那一颗蔚蓝的星球 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地球 罗峰的目光 能够看到地球上的一切 孩童在枝呀枝呀成长 少年在武馆流汗苦休 游客在地球时代 吞噬兽一亿 陨落的众多英雄雕像前瞻仰 一幕幕场景 静在眼中 再看你家乡呢 一道苍老声音响起 罗峰收回目光 眼前又变成无尽虚空 转头看向身侧 身侧站着的 正式投身触角的座山客 老师 罗峰稍微一低头便抬起 表示尊敬 怎么会在这傻傻看着家乡 座山客轻声笑道 师徒俩便站在这无尽幽海上 面对着无尽虚空说着 心乱 罗峰道 所以看家乡 看到家乡上的人 就仿佛回到过去 心变静了 心乱 你也会心乱 座山客哑然是笑道 我这个三弟子 内心通明 坚持本心 看破一切虚妄 能让你心乱 可不容易 罗峰道 影响我坚守的 我自然心乱 戒兽 是整个宇宙海的一场灾难 若是渡不过 所有族群进阶灭绝 我的家乡 我的族人们 也一样 不管是高高在上的强者们 还是无数的普通人们 都得死 而我自己 也没足够信心 所以我心乱 没足够信心 座山客惊讶 嗯 罗峰点头 我和戒兽交了手 虽逼迫他献出本尊 可我怀疑 他说不定还有招数 没施展出 虽有一定信心 可毕竟没实声把握 并且 这仅仅只是 戒兽巢穴中的 一头戒兽 想到这点 我更心乱 座山客点头 他能明白 罗峰此刻心情 你也不必担心 座山客摇头 那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数次引导你 且透过三位祖神 让你出手 显然他的希望 实际上是寄托在你身上 此次戒兽灾难 严格说 其他真神决定不了结果 你才是唯一的生计 罗峰一正 戒兽 岂是好对付 座山客摇头 原始宇宙 代表宇宙海中生命繁衍 而戒兽 则代表宇宙海中的毁灭 二者对立 能和原始宇宙独立 戒兽没那么容易杀的 一般历代 一旦戒兽出世 几乎都是横扫宇宙海 毁灭一切族群 原始宇宙最终毁灭 被破坏为本源 代得戒兽离去 原始宇宙本源 才会再度演变化为原始宇宙 而这一次 戒兽出世 恰好有你 你不必否认 座山客道 虽有我引导之力 你本身际遇 可你自己有那潜力 不管哪一种传承 对传人选择都极为苛刻 没那潜力 根本得不到传承 你自己有潜力 际遇好 于是诞生了 你这样的存在 于是 这一次原始宇宙有了机会 有了一丝生计 罗峰一正 是 断东和一脉传承 晋国传承 哪一个都不容易 因缘际会 强者诞生 座山客轻声笑道 现在宇宙海众多真神们 靠联手 还能对付一头两头戒兽 可是到了后期 戒兽们彼此厮杀吞吃 越来越少 可活下来的戒兽 却越加强大 到后期 便不是真神们所能抵抗的 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 虽然也有些 座山客略一说 便转道 可我也挡不住戒兽 你是唯一生机 当然现在的你 还不够 座山客摇头 等你成了真神 那你恐怕是原始宇宙 不知道多少轮回时代以来 堪称最强的一真神 那时候的你 才真正有灭绝接受的可能 当然 说你是唯一生机 不代表 你一定能成 若是你失败 不管是宇宙海的族群 还是原始宇宙内 当然包括你地球人一脉 进阶都得湮灭 一个无法活下 座山客道 罗峰轻轻点头 明白 虽然感觉座山客老是神秘 可当初座山客和自己说话 都受到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的警告 由此可以看出 座山客和本源意志关系并不好 若是座山客能拯救宇宙海 原始宇宙 怕早就请座山客帮忙了吧 我必全力 罗峰道 当然 你也不必慌张 座山客道 此次来的 毕竟只是一头戒兽 且离最后的戒兽王者诞生 还有很久 现在戒兽的实力 远远没到巅峰 这出来的 应该不是戒兽巢穴中最强的 否则他不会舍得离开巢穴 所以以你的实力 对付现阶段的戒兽 且不是最强的 应该不成问题 罗峰轻轻点头 不管如何 我必全力以赴 斩杀戒兽 下一次 必定成功 自从戒兽和罗峰一战后 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虽然一次次 在一颗颗小型宇宙外 进行吞吃本源 可一旦强大真神靠近 他则立即逃窜 像神眼真主 他们都曾碰到过戒兽 即使空间封锁 戒兽都会竭尽全力逃窜 拦都拦不住 在戒兽和罗峰一战后的第三年 九幽真主和戒兽曾一战 这一战 同样吸引了整个宇宙海的注意 罗峰也为之激动期待 九幽真主和罗峰一样 因为都是原始宇宙的 所以他们俩 都是分散在宇宙海 各自负责区域 所以 介兽那次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刚好靠近九幽真主 九幽真主 和其他强者不同 他当时 唯恐接受分解身体逃掉 所以 九幽真主一来 先是空间封锁 紧跟着不管其他 直接轰然 直接身体化为了无尽海洋 直进光年纪的海洋 蕴含着堪称无穷无尽的神力 瞬间淹没了整个介兽 介兽当时也慌了 他从他仆从那得到资料 当然知道 九幽真主 乃是整个宇宙海 号称神力第一多的 那可是以光年纪 单单对号 介兽完全好死 对九幽真主而言 都只是九牛一毛 介兽当然不敢对号 他直接身体分成两份 是的 这次是分成两份 并非九十九份 朝相反方向逃窜 他的速度迅速飙升实在太快 即使神力海水阻碍 依旧超过宇宙海 规则限制的极限速度 如此可怕的速度 仅仅不足半日 便飞出了那无尽海洋的范围 九幽真主正常飞行速度是快 可一旦化为无尽海洋 一动起来 就慢得离谱了 他完全从无尽海洋形态 再度变回人形 且可以出现在无尽海洋的任何一处 可是 介兽当时 是分成两份 方向截然相反 导致九幽真主 不知道该追哪一个分身后 所以 最终还是被介兽给逃掉了 不过 虽然逃掉 可化为两分身 纵横贯穿整个九幽神力海洋 彼此力量 不断在对号 虽介兽在极力抵制 尽量减缓对号 可当他逃出去时 依旧称得上是元气大伤 他真怕了 这个九幽真主 简直比那罗峰还可怕呀 单单靠神力对号 怕就能耗死他 第二十九章 又在我这 祖神秘境 祖神宫前的广场上 正有着两道身影 并肩走着 上次银河领主失败了 这次九幽真主也没成功 世红贾凯少年祖神走着 轻声感叹 我知道介兽很难击杀 可没想到 这介兽巢穴中出来的 仅仅一头介兽 就这么的 走在他旁边的 是环绕着粉色花瓣外衣的一名女子 也是祖神交心境真神之一 莫花真神 莫花真神连道 这只是暂时失败 银河领主上次也说了 他和介兽战斗的 只是他其中一尊分身 并没携带一些利害宝物 并非他的最强实力 若是银河领主最强实力爆发 定能斩杀那介兽 嗯 银河此次在宇宙海事分两路 一路是乘坐舰船 一路是乘坐星辰塔 少年祖神道 乘坐星辰塔的那一路 才拥有最强战力 对对对 莫花真神连道 上次都逼得介兽那样了 最强战力那一路 肯定能斩杀介兽 少年祖神不由转头看来 仔细看着莫花真神 怎么了 莫花真神忍不住开口 你在接受压力下 不像过去那般了 过去的莫花 可是那般的宁静 我都从未见过你 这么急切过 少年祖神道 莫花真神略微一正 随即叹息一声 我走了 转而直接一迈步 凭空消失不见 祖神秘境内 有众多宇宙通道 其中一条宇宙通道 通往宇宙海门的 一颗小型宇宙 那是莫花真神的小型宇宙 哈哈 来啊 你可不是我对手 莫花真神的小型宇宙的核心 有着一座空间 那里景色无比美丽 生活着从原始宇宙 搜集的无数生物 而这些生物 不过是莫花灵族的调剂品 姐姐 姐姐 当莫花真神出现在峡谷中时 峡谷中的其他一个个 美丽无比的莫花灵族生命 都迅速飞来 莫花灵族 乃是原始宇宙特殊生命 整个原始宇宙 一共诞生了999个莫花灵族 在漫长岁月中 有82个陨落 其他都还活着 他们各个容貌 几乎一模一样 彼此无比亲近 乃是最亲的亲人 他们偏能量位生命 可又有植物特性 天生爱好和平 这是什么 尸体 莫花真神看着远处 一具躺着的尸体 嗯 姐姐 你从原始宇宙 弄来大量的生命 在我们这繁衍 繁衍出的生命 形成一个个国度 族群 他们彼此战斗 我这次伪装进入战场 便认识了他武尼 他很小呢 才12岁 还是少年 我很喜欢他 我贪玩 离开战场去其他地方 当我回来时 他就已经战死了 一名美丽的莫花灵族姑娘 正蹲在那 莫花真神听的 却是心中一酸 战死吗 若是此次劫难不过 自己这群亿万纪元 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姐妹们 也得陨落吧 银河领主 一定得斩杀戒兽啊 莫花真神默默期盼 宇宙海中 那三大绝地之宇宙周外的虚空中 因为禁止世界缘故 去三大绝地的强者 几乎屈直可数 虚空中 坐山客正站在那 摇摇看着远处的宇宙周 宇宙周 坐山客摇摇看着 断东和一脉 也为了戒兽 最终差点断绝 还是让我的弟子继承了 我 也是因为戒兽 沦落到如此 坐山客仰头看着上方 上方正隐隐有着一股无形的威压 或许其他真神们察觉不到 可坐山客能察觉 不必总是盯着我 坐山客轻声道 我知道规则 我不会违反 你便拿我没办法 还是收敛些吧 可上方的威压 依旧悄然存在 这让坐山客 只是摇头笑笑 你怕解兽吧 坐山客抬头说着 我知道 你怕 戒兽仅仅只是吞吃你的部分本源 不一定吧 或许能湮灭你的意志 待得原始宇宙再度演变诞生 恐怕就是新的本源意志了 而你则完全湮灭消失 对不对 上方的威压依旧那般 没有消失 也没有加强 任由坐山客如何说 他依旧如此 哈哈 你现在 也盼着我的弟子 坐山客道 所以你得感谢我 当然断东和一脉传承 静之世界 都是你放出来的 想要从原始宇宙中 培育出绝世人物 寻找一丝生机 所以 罗峰的成功 应该是你和我的共同成功 上方一如既往的宁静 坐山客说什么 他都没丝毫反应 坐山客摇摇头 轻声道 戒兽 他 生而代表毁灭 因为他 不知道多少势力覆灭 多少传承断绝 一切 就看我这弟子 能否杀死戒兽了 杀死 那便是崭新时代 被戒兽灭绝 这一切虚无 宇宙海各族都期盼着 他们都认定 罗峰是唯一有希望的 毕竟除了这一头戒兽外 还有更可怕的戒兽巢穴 谁都不知 巢穴中有多少戒兽 罗峰和戒兽战后的第四年 诸位 戒兽 出现在我的小型宇宙外了 这么下去 我的小型宇宙本源 终有一天 会被完全吞吃光的 横行魔神 焦急地传讯给银河领主 神眼真主 九头魔主等一个个 横行魔神 我已到达 罗峰传讯回应道 啊 银河领主 横行魔神大喜 竟然银河领主 就在他的小型宇宙旁边 自从怀疑宇宙海内有间戏后 罗峰行踪 一直没谁知道 银河领主 你这是哪一路 横行魔神忍不住问道 当然 不管能不能杀死戒兽 他横行魔神 都算逃过一劫 可罗峰早就公开过 他是分两路行动 一路强 一路弱 剑船一路 罗峰直接回应 介兽摩罗峰站在虚空中 周围黑雾弥漫 一道道取折光线 朝远处虚空延伸下去 再吞吃着小型宇宙本源 被银河领主重伤 又被九幽真主 消耗我大量力量 令我实力大减 这几年 吞吃好几次小型宇宙本源 我的实力 总算快恢复了 介兽摩罗峰也愤怒 他可是渴望着 回到介兽巢穴 和其他介兽 厮杀成为最后王者呢 若是经常被罗峰 九幽真主攻击削弱 何时能成呢 带怒我实力强大 一定要杀了他们两个 介兽摩罗峰暗道 华 周围空间瞬间凝结 不好 介兽摩罗峰顿十一惊 立即感应四周 远处一艘银色舰船 凭空出现 又是银河领主 介兽摩罗峰 愤怒得要发疯 吼 他仰头愤怒嘶吼一声 紧跟着全身 迅速浮现出那一道道图纹 很快身体炸链化为九十九分身 立即朝不同方向迅速逃逸 宇宙锁链 雪花事件 无尽的雪花飘洒 迅速压制这九十九分身逃跑的速度 同时那巨大的锁链悬浮在高空 同时奋出一条条细长链条 很快无数长链朝四面八方延伸 宛如雨伞瞬间撑开 直接形成了一锁链宇宙再度笼罩 可恶的银河领主 介兽摩罗峰愤怒咆哮 他怒啊 上次他就被困进来 被迫损耗不少实力施展出一绝招 后来逃出后 吃了些小型宇宙刚增强些 又被九幽真主狠狠对耗了一次 现在刚刚差不多恢复了 又遭到这罗峰了 简直是噩梦 即便我这金角分身杀不死你 也得减弱你实力 罗峰暗道 这就是宇宙海的策略 血山真神 血蓝十足等一系列神力超多的真神 开始率领一支支真神队伍 原始宇宙内的很多真神都杀出来了 每支真神队伍中都有神力超多的 像一些植物生命真神 岩石山脉真神之类的 神体达到上一公里的真神有不少 有些离谱的达到百亿公里神体的都有 经过上次罗峰和戒兽一战 九幽和戒兽一战 大家都明白 靠神力对耗是对付戒兽的有效方法 于是 九幽和戒兽一战后 宇宙海已经开始布局 来一次次对耗神力 幸好其他真神们没法困住戒兽 戒兽才能一次次逃脱 可这也另接受吞吃小型宇宙本源的效率大大降低 可恶 一个个都靠神力和我对号 幸好也就那罗峰 那九幽 能够大量损耗我实力 其他真神 只是影响我而已 戒兽飞行在虚空中 遥遥看着远处 远处隐隐能看到小型宇宙的边缘轮廓 那罗峰碰到我后会转移位置 上次就是在横行魔神的小型宇宙碰到我的 他定转移走了 我过了三年多 现在又回来了 开始吞吃 戒兽咬牙切齿 横行魔神立即感应到自己的小型宇宙本源 在不断被吞吃 顿时大怒 离上次才过去三年多 怎么戒兽又来了 宇宙海中形单影之没靠山的 好歹也有二三十名真神的 怎么又到他这了 诸位 诸位 戒兽正在我小型宇宙外 横行魔神 只能朝外传出讯息 横行魔神 我已到达 告诉我 他的坐标 啊 银河领主 你又在我这 横行魔神大喜 嗯 在横行魔神的那颗小型宇宙外 正有着一座九层塔楼悬浮着 塔楼内 正是红 火穷 罗锋他们三个 一身白袍的罗锋 也谋中满是战意 总算让我这星辰塔 一路给碰上了 第三十章 星辰塔之威 罗锋和戒兽一旦交手 的确会改变方位 那金角巨兽分身乘坐舰船 是立即离开的 而星辰塔那一路 自然也跟着改变位置 加上宇宙海 总共那么些小型宇宙 到底到哪里呢 当时罗锋纯粹心中一动 于是星辰塔一路 便又到了横行魔神者 我星辰塔这一路 比只金角分身那一路 强了不知多少 这才是我的最强战力 罗锋心中战意在沸腾 连续两次和他交手 都让他逃掉 这次他逃不掉了 这不是盲目自信 而是建立着绝对实力上 So 星辰塔当即一个瞬移 朝横行魔神提供的坐标位置赶去 借受摩罗撒站在虚空中 周围黑雾弥漫着 一道道取折光线 延伸进虚空 再不断吞吃着小型宇宙本源 他警惕感应着周围 希望迎合领主和九幽真主 别出现在这 借受摩罗撒心中期盼着 让我实力再强些 等我变得更加强大 宇宙海中 虽然现在有一个个真神队伍 多有神力超多的真神带队 可那些队伍 虽然借受摩罗撒奈何不了 却也不拒 他只怕罗峰和九幽 仅仅片刻 周围空间忽然凝结 这令借受摩罗撒一惊 嗯 借受摩罗撒猛然盯着远处 远处刚凭空出现了一座九层塔楼 看到这九层塔楼 借受摩罗撒 首先是心中一松 还好 不是舰船 九幽真主和银河领主 都是乘坐舰船的 不 借受摩罗撒紧跟着脸色大变 他反应过来了 这 这明明就是银河领主闻名宇宙海的 至强至宝新尘塔 怎么又是你 借受摩罗撒 愤怒嚎叫 新尘塔底座的其中一塔门 一身乌黑假铠的罗峰 从中走出 背负着一柄战刀 他还有着一条尾巴在晃悠着 对 又是我 罗峰道 你你你 借受摩罗撒 看到罗峰是又气又怒 他知道 眼前这银河领主的手段 即便他要逃 那银河领主 也能立即困住他 而后逼迫的他 耗费大量力量 施展出保命绝招 才能逃出去 借受摩罗撒嘶吼道 银河领主 你别太过分 你自己也知道 你是抓不住我的 别逼得我真的怒了 到时候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莫及 后悔 罗峰站在虚空中 此刻一切尽在掌控中 若是能够从借受摩罗撒那 得到点情报 罗峰自然愿意 如何让我后悔 罗峰故意面带一丝讥讽 就你 你不是我对手 我人类一族 乃是原始宇宙族群 我族大量真神 可以随时抵达我族 任何一个小型宇宙 你根本没有丝毫机会 借受摩罗撒低沉道 对 我一个是没有机会 可若是我引领一批借兽过来呢 罗峰心中一颤 一批借兽 天 一头借兽 都让整个宇宙海混乱不堪了 若是一批借兽过来 那恐怕的确会是一场噩梦 自己一方的真神们 可以形成一支支队伍 可若是借兽们也组成队伍 那怎么当 别不相信 我有这能力 借兽摩罗撒低沉道 这是事实 借兽 乃是宇宙海中诞生的最伟大的生命 预育出十亿借兽后 这十亿借兽命运中 注定了彼此吞吃 只能活下一个 那就是最后的王 也是最终的 真正有资格代表毁灭的借兽 那最后幸存的借兽 才有资格和原始宇宙相提并论 因为注定最后只能活下一个 所以 借兽们天生是能彼此感应到对方的 像借兽摩罗撒逃出来 他完全能感应到其他借兽 即便在宇宙海中迷失 也能凭借感应再回去 他们不但能感应到彼此 甚至还能彼此心灵交谈 正因为此 若是有借兽逃避不想厮杀 也逃不掉 昏暗之地中的其他借兽们 感应到借兽摩罗撒逃出去了 可是他们不在乎 待到后期 他们完全能来吃掉摩罗撒 他们不知道小型宇宙本源 是何等美味 且能增强实力 若是知道 定会杀出来 借兽摩罗撒按道 不过这么珍贵的机会 我可不能让给他们 这些小型宇宙本源 都是我的 借兽摩罗撒 不愿告密 若是告密 他就不能独占了 可若是被罗锋 久悠他们逼惨了 无法增强实力 甚至实力削弱 他愤怒下 将一切告知昏暗之地 巢穴内的众多借兽们 即便大半不愿离开老巢 天生他们不愿离开老巢 可估计 还是会有少数混的 悲惨些的借兽愿意出来的 罗锋默默记下 随即冷笑道 哦 你怎么引领那些异兽 还有 你借兽巢穴 一共多少借兽 数量少了 可吓不到我 哈哈 想要知道情报 自己去探查呀 去借兽巢穴啊 别像当初那两个胆小鬼 只是在边缘下的就逃出去 有胆量 进入我借兽巢穴的深处啊 借兽摩罗撒在那说着 而此刻在星辰塔内的红 则是眉头微皱 胆小鬼 当初进去的两个 其中一个就是他红 既然没话 那就站吧 罗锋当即要动手 停 借兽摩罗撒脸色一变 这每厮杀一次 他都要好久 才能恢复实力 他可不愿再和罗锋厮杀了 可是主动权在罗锋手里 他即便现在分身逃窜 罗锋也能困住他 所以便立即道 银河领主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交易 罗锋眉毛一动 对 借兽摩罗撒脸道 我可以发出誓言 绝对不对你们人类族群动手 不去吞吃你们的小型宇宙本源 你也不为难我 怎么样 罗锋吃笑 誓言 誓言有用吗 我可以发出规则誓言 以这宇宙海运转规则为正 来发出誓言 到时候规则降临 你也能清晰感应到 自然明白 我无法违背誓言 毕竟 我也是宇宙海中诞生出的生灵 借受摩罗撒脸说道 相信你也知道 镇家王 球岩祖神 是我借受这边的 借受摩罗撒早就明白 宇宙海知道了那两仆从身份 因为 宇宙海各族 早就隔离了镇家王 球岩祖神他们两方 罗锋点头 他们为何相信我们借受不会杀他们 就是因为 誓言 规则下的誓言 借受道 你一头借受的誓言 能代表所有借受 罗锋摇头不信 当然不 若是投靠我们借受 除了誓言 还有其他 总之借受绝对不会再攻击 借受摩罗撒看着罗锋 若是银河灵主你愿意投靠 我也可以 让你拥有另外一股力量 并且对你们所谓的借受灾难 只要投靠我们 你便是我们的一份子 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罗锋明白了 所谓的另外一股力量 它就是浩雷新主 当初使用的那力量 也是借受们拥有的力量 不过罗锋明白 天生没掉下的线饼 连远古文明的传说中 一个个强大国度被毁灭 都未曾投靠借受 由此能明白 投靠借受 怕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甚至可能成为奴仆 无法反抗 别废话了 罗锋冷然喝道 不投靠也行 那我和你们人类族群 不为仇敌 不好吗 借受摩罗萨连道 躲得过你 也躲不过借受巢穴 其他借受 罗锋冷然道 你能让其他借受 进阶发出誓言 不对我人类一族动手 借受摩罗萨错愕 怎么可能 像强大的贝迪 带得吞吃其他一头头借受 越加强大 怎么可能放过人类族群 那就受死吧 罗锋嘴上喝道 却没立即动作 他想要看看 能不能有手段 逼迫的这借受摩罗萨 再说出些重要讯息来 可恶的银河灵主 你总是逼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绝对不会 借受摩罗萨终于狂暴了 再没和罗锋谈判的心情了 嚎叫一声 身上一道道图纹浮现 99道图纹笼罩下 身体直接轰然炸裂 当即开始逃窜 罗锋摇摇看着 却是冷笑 而不远处的星辰塔内的幽海分身 则是身后有着十道银色羽翼展开 神力瞬间施展 断灭 三卷 极限燃烧起来 且透过是无羽翼 催发起了那一招 翁 茫茫虚空 树光年范围 进阶弥漫其隐约的白雾 这片虚空 已然和外界隔离 且无尽强大的束缚 笼罩这一片虚空 此刻的束缚威能 远远超过雪花世界 连那分解成九十九分的摩罗撒分身套跑起来都慢下来 虽然慢下来 可他还是在飞 竟还飞得动 磨砂罗锋 一身乌起神甲凯 摇摇看着摇头 他也懒得使用类似宇宙锁链的手段 因为 他有更强的 星辰塔 罗锋心念一动 哄 远处星辰塔 顿时轰然爆发出无比狂暴的能量 瞬间 且笼罩曙曙光年范围 整个一念虚空的范围 竟接在笼罩内 哗哗哗只见星辰塔底座的九个入口 就仿佛九个无底漩涡 疯狂吞袭着一切 产生了一股奇轨的吞袭力道 九种不同的力道混合起来 一时间 暑光年范围 就完全选入了这奇轨的漩涡世界 无尽强烈的漩涡世界 比这一念虚空威能都还更强些 原本艰难加速朝外飞行的九十九道分身 陷入无尽的星辰塔漩涡世界中 竟然开始很快减速 反而情不自禁倒飞了